辛杰克逊和杰弗莫根两个人直接用身体封堵在借墙边上从而获得了球权 又是九号 九十九号 加利特 考完之后将自己一直吊在篮筐上 用以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十四比十二 第一节比赛 九十九号加利特几乎为暴徒队拿下了全部的分数 来看第二节比赛开始 暂时落后的锯锤队 仍然是大卫雷蒙德 这球没有能够扣进 斯坦弗莱彻倒在地上将球抢到 好球 又是八号斯坦弗莱彻 这场比赛已经变成了八号斯坦弗莱彻和暴徒队的九十九号加利特之间在进攻端上的对抗 斯坦弗莱彻走的是高度 走的是轻盈飘逸 而九十九号加利特走的是厚重 走的是力量无求 冲撞已经触球的终结者 先杰克逊作为整个联赛当中的元老球员 是第一批参与到极限灌篮的球员 而却在这个时候犯下这样的错误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新杰克逊要知道他和 戴卫雷蒙德之间的差距整整会有接近一个头的身高差 而且两个人站在一起的话 戴卫雷蒙德可以完全挡住身后的新杰克逊 这不是一个力量级别上的 迈克高德曼此球居然运丢了 联盟当中最全面的传球者之一 此球当然是要交给8号斯坦福莱车 招牌动作 但是没有能够在空中使拳 交给21号高德曼马上时间要到了 赶紧要出手了 这次被暴徒队防了聚锤队一个成功的20秒尾利 马巴鲁漂亮交给空中的新杰克逊 这是暴徒队一贯以来的打法 暴徒队在哪怕是面对着高于自己排名的剃刀队 震撼队的时候都能够打出非常顺畅的三线交叉 空切内线的这种传切配合 这是暴徒队目前排在联盟当中 位置能够固守前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支打团队极限灌篮的球队 看22号雷尼罗斯 硕大肥胖的体格 在空中还要晃一下 展现自己的清雲飘逸嘛 22号 雷尼罗斯 8号排 1号排 2号排 3号排